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克劳迪说,自然借给了每一个人幸福的机会,神们都知道,却不知如何得到它 诚然,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出现很多种人生的模式 有的模式让人生看似繁华,却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增加自己的生命负担,与幸福渐行渐远 有的模式让人生看似平淡,却是把精力跪于一处,全心看着脚下的路,最终拥抱幸福 智者自知,真正厉害的人,明白自己的内心,懂得命运的轻重,会把自己调成节能模式,让生命轻装前行 一,节能交友,精简朋友圈 哲学家卡西尔说,没有朋友的人,只能是半个人 一个好的朋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来自友谊的包容和温暖 让我们的身心感到愉悦,甚至还会有高山流水般的共鸣 这样的情感是我们终其一生所渴望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如此 有的人,同行路中,人数众多,却无一人能够倾听夜半的苦闷 有的人应手活动适时不断,却无一人能够为其血装送炭 就如电视剧《幸福二重奏》中的顾小南 她的身边有一群好朋友,不管是一起喝下午茶还是朋友圈点赞 他们都会热情一旦,却不想在那些朋友的眼里 她不过是一个冤大头 顾小南请客她家表面上一片恭敬 私下却另见一个群,吐槽顾小南是在他们面前显摆 有一次,顾小南想悄悄去医院做书卵管手术 便告诉其中一个朋友,希望她可以陪自己去医院 结果,这位所谓朋友在一片的安慰声中 刚挂单电话,便把这个隐秘的事情当作八卦发到群里 姐妹们,告诉你们一个大八卦 顾小南生不出孩子,明天要去做手术 也许是太兴奋,这条消息发错了群 看到消息的顾小南这才明白 所谓朋友,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散文家培根曾说 不是真正的朋友,再重的礼品也敲不开心扉 朋友从来不再多,而在于今 选择一个在你成功时不嫉妒 在你悲伤时不踩踏的朋友 远生于一群戴着友谊假面具的人 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在意朋友的维度有多大,有多广 他们早已在朋友圈里按下节能键 与其把时间花在无用的社交中 不如精简朋友圈,在质量上做加法,拥有真正的朋友 二,节能婚姻保持好距离 常言到距离产生美 这句话存在的原因正是因为人和人相处久了之后就会腻的 而距离足够两个人保持一定的吸引力 并且延长感情的保鲜期 夫妻之间,结婚之后每天生活在一起 时间久了,激情褪缺,连牵手都毫无感觉 虽说相濡以沫的婚姻让人羡慕 但是夫妻之间过度依赖,矛盾只会越来越多 毕竟,夫妻虽是一体,但也是相互独立的个体 我觉得夫妻间保持距离才是恰到好处的婚姻 非而不腻的爱情才是小桥流水的幸福 盈盈和老公结婚三年 两个人本来打算今年要孩子 却不停地发生矛盾 最严重的一次,盈盈在娘家待了一个多月 才被老公接回自己家 在盈盈眼里,自己对这段婚姻是尽心尽力 能付出的都付出了 而老公明显不知道珍惜 自己每周只放一天假 做完家务之后就会觉得疲惫 而老公偶尔会和朋友出去喝酒 一点都不知道体谅她 上次吵架的原因是盈盈想去逛街 希望老公陪自己的时候 老公竟然让她自己去 一时气愤的盈盈觉得老公变了心 于是大吵一架 盈盈说老公觉得自己太黏人 结婚之后一点个人空间都没有 都规定了每个月的生活费 还一直在疑神疑鬼 盈盈问我 自己明明只是为了婚姻 能够更好一点 为什么在老公眼里 自己就那么过分 在我看来 婚姻中很多的矛盾 都是小分歧造成的 正是因为分歧不大 才总被两个人忽略 而产生分歧的原因 多半是没有掌握好距离感 好比盈盈的案例 虽说自己确实牺牲很多 比如说每周的休息日 还有平时的精神力 但是这种牺牲 很多时候毫无意义 想幸福没错 但是幸福的前提 是要掌握好 如何才能幸福 我觉得夫妻之间 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是恰到好处的婚姻 既能够减少分歧的产生 又足够让两个人 新鲜感不被耗尽 演员刘若英的婚姻 便保持着一个恰当的距离 一尺之外 一丈之内 适当天堂 适堵加水 他们感情融洽 可以依偎在沙发上 一个说一个听 表达爱意 也可以同去一个机场 一个去北京 一个去上海 各自忙碌 就算在情人节 刘若英也会打电话 给工作中的老公 告诉他不用相陪 自己已经约了女朋友国节 就如刘若英所说 幸福不可以依赖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即便你结婚了 有一个伴侣 你也不能把你的幸福 寄托在别人身上 因为人应该是 你很快乐 和另外一个人 一起也很快乐 好的婚姻便是如此 带着半堂主义 一半爱给对方 一半爱留给自己 在亲密和距离之间 选择一个恰当的位置 既有爱意的流动 又有独立的空间 因为距离太近 爱太浓 总会忍不住 充满期望 不断要求对方 让自己失望 让对方负累 距离太远 爱太淡 又会忍不住 挑剔对方 充满不信任 让对方心灰 让自己易冷 如此内耗 最终会消耗掉 精力和意志 消耗掉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真正聪明的人 早就把婚姻 调节成为 节能模式 生活乏味时 在婚姻中加点糖 爱意浓烈时 在婚姻中加点水 不过分期待 不过多要求 保持在半糖状态 能够互相赋能 互相温暖 也能够互相尊重 互相独立 这样的婚姻 更能长久 三 节能做事 放下浮躁心 时间云 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一至24小时 不偏不倚 然而 不同的做事方法 却让人在相同的时间里 拥有不同的成果 有人做事 浅尝辙止 遇到困难就转头 遮山望着那山高 有人做事 弃而不舍 遇到问题 追根究底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久而久之 前者刨出了无数个小坑 后者却挖出了深情 获得甘甜的水 古往今来 诸多成功者 便如后者 认准方向后 即放下了浮躁心 用极简的态度做事 看似愚笨 却因为集中 而节约了精力 把事情做到极致 就如思想家爱莫生说 力量的秘密 在于专注 有一位极有绘画天赋的年轻人 自13岁起 便拿起了画笔 但一开始 他并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 所以他画肖像 画宗教绘画 甚至还做过室内设计 因为不专注 他的精力 被分散在不同的领域之中 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 直到他在巴黎 遇到著名的植物绘画老师 才找到了心中所喜 开始专注于画画绘 于是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他为著名哲学家卢梭的数籍 植物学通信 绘制插画 他被法国皇室 任命为宫廷专职画师 他还被法国皇后约瑟芬 邀请去玫瑰园 为玫瑰画画 这一画便是20年 169种不同品种玫瑰的融资 集成被世人称为是玫瑰圣经的经典之作 玫瑰图谱 风靡世界 他便是著名的法国画家杜雷德 坚持一条路走到底 这便是最节能的做事方法 因为只走一条路 所以一直都在前进 真正厉害的人 都懂得找到对的事情 并用一生去坚持 因为集中力量才能节能 才能够滴水石川 才能够攀上高峰 人活一世真正的泪 从来不是深泪 而是心泪 不如把自己调节成为节能模式 把精力放在恰当的地方 节能交友 朋友再经不再多 真心一人 胜过人间无数 节能婚姻 保持恰当的距离 半堂主义 像独立的温暖 节能做事 一生攀爬一座山 不服不躁 得生命小缺幸 人生若寂 世界泼缩 愿余生 我们都能远离内耗 让生命 进入节能模式 所得皆所欺 所失亦无碍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